中國經濟下行導致內需疲弱 在大陸拼多多平台上賣的 大多數是一些低價的偽劣商品 很多電商只能依賴外銷 但是亞馬遜大舉封殺中國跨境電商引發一片哀嚎 美國之音7月16日報導 5月9日中國跨境龍頭企業奧基 被亞馬遜、美國站、英國站、歐洲站盡數封殺 之後亞馬遜一起針對中國電商的封殺大潮 至今依然在這裡繼續 涉及電子產品、家居健康、服裝、美裝等多項類別 深圳各大跨境電商一片哀嚎 報導說號稱深圳跨境五虎的電商 現在是除了安克其他四家澳基、通託、雜保、柏托迅 已全部被亞馬遜封殺 據陸媒《21世紀經濟》報導 在7月8日報導 天窄信息公告其子公司有果樹 2021年度又有340個亞馬遜站點被封或凍結 佔2021年1月至5月 亞馬遜平台存在銷售收入的 月均站點數的30%左右 天窄信息本來已經是惡化了的財務狀況 更加是雪上加霜 美國之音指出 亞馬遜對中國電商下狠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跨境買家 將他們在中國司空見慣的欺詐行為 帶到國外 為追求流量虛假拆單 送禮品卡 給買家換取好評等 中國店家的欺詐行為由來已久 但在美中關係惡化之前 海外平台是未有展開如此大規模的封殺行動 長期研究電子商務的香港某廣告公司顧問 Tina Wong 告訴美國之音 亞馬遜封殺對中國大企業肯定是致命的打擊 因為在拼多多上只能賣出一些低利潤的偽劣產品 高端產品只能依賴國外市場 中共政府說什麼內循環、雙循環 將出口不到的在內部消化 但是根本就不可能消化掉